教会的包康平传道 来我们来传讲神的信息 他讲的信息是 让神成为你的神 各位兄姐妹平安 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 我的教会在高雄 但是我们的教会是属于卢凯中会 我是卢凯竹 那我们的教会是都市援助理教会 我们的人 大概只有你们的四分之一 那我今天很高兴 能够来到永福教会来讲道 这是我第二次来 那也是同样是因为那个 红千会传道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前阵子有一个新闻 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餐饮集团的一个老板 他叫戴胜益 他曾经在一个大学的毕业点里面 有讲过一句话 引起很多人的一个争议 他说月薪五万块以下的年轻人 你们不要储蓄 要把这些钱拿去哪里 投资自己 投资自己还有建立你的人脉关系 他说投资自己可以帮助你未来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达到成功的一个手段跟帮助 那人脉呢在我们这个社会上面 我们也知道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说你要五万块以下的你不要储蓄 要把这些钱拿去用在这两个方面 然后他说不够的怎么办 去跟你的父母要 但是这个话就引起很多人的一个争论 那像我们的父母没有赚那么多钱怎么办 要跟谁要 没有办法嘛 所以那在他的这个言论 他其实是要告诉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 那中国人有句俗话讲说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在我们的生活方面 我们常常会建立在人际关系上面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是进水楼台嘛 我们很快的就能够进入到这个 不管是公司或者是团体的一个核心里面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能够 在这当中得到利益的一个交换 所以特别是中国人他在这方面 他有留下这样子的一个属语 他说有关系就没关系 因为当我们有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应用这些关系 让我们遇到的困难或者是一些挑战 能够化解过去 而你没有关系的话 很多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去得到你想要的一个地步 所以关系很重要 但是要用的妥当 不要以为有关系 或者是我多拜托几个人 就一定能够圆满的解决 我们所遇到的一个难题 而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 所有的关系都是从哪里来的 所有的关系都是从上帝建立亚当跟夏娃开始的 这个亚当夏娃第一个男女他们建立了一个夫妻的一个关系 从这夫妻的关系然后一直延伸到父母孩子兄弟姐妹 到后来我们的亲朋好友及社会上各个不同阶级层面的一个关系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从上帝而来的 那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撒都该人 他们用一个复活的一个问题来问耶稣 他们就讲 犹太人的一个律法里面规定 当一个哥哥他没有生孩子的时候 他就过世了 你的弟弟有权力有义务要能够来帮这个哥哥生子利后 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立体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来问耶稣基督 他们用自己的一个方法来诠释 我们人常常会这样 把圣经的经节用我们最符合我们自己的最大利益来解释 当不符合这个我们的利益的时候 我们就说这个经文过世了 这个经文好像跟不上流行 我们常常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按照我们人那个有限的一个想法 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放大 自我感觉良好让我们跟上帝的一个关系 其实不是往正面加分的 而是往另外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局面去发展 所以我们人有限的一个想法 我们就会落入到有限的一个思维 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上帝律法的一个含例 在今天这个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律法 它的主要的一个根基点在哪里 它主要的根基点是要生子力后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 是它要能够来照顾这个寡妇 我们知道在古时候 不管是东方新方 女人的地位其实都比男性的地位来得低 所以当一个女人她失去了一个丈夫 她在这个社会上面 她没有办法去生活 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讲说 还没有出嫁的在家里要重妇 出嫁的要重妇 妇死的要重子 都是依靠在这个男性而为主权的一个结构之下 妇女是附属在男性结构里面 所以从这一个方面我们来看 他们杀多该人拿这个复活的这个例子 来问耶稣基督 他们不是要问复活之后会怎么样 他们也不是要问上帝的爱在这当中会怎么样 他们只是把人的一个关系 带入到他们自以为的一个 上帝的一个作为里面 所以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 耶稣说他们是大处不明白圣经 不晓得神的一个大能 首先他们把先后顺庆搞错了 我们知道上帝是先造亚当吗 后来才造夏娃 所以上帝是先造人 后来才有这个关系的一个建立 所以人的一个重要性是大过于关系的 可是撒多该人呢 他就在这当中把人的关系 大过于人的一个生命 所以耶稣说他们是错的 那另外一个呢 他是把人分成等类 以色列人他们把女人看成是男人的一个财产 他们最大的工具是什么 功用是什么 是要生小孩 让他的人口众多 然后生小孩要干嘛 才能够有生产力 家里面这么多牛羊 要靠谁来养 就是靠这些孩子来养 去放牛啊放羊啊 然后所以他们把女人分把人跟人之间分成等级 把女人附属在男人的一个价值上面 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 我们常看到女人没有办法生小孩的时候 你说看为羞耻的 亚伯拉罕的太太也是这样子 一直到90岁后才生孩子嘛 对不对 然后她的媳妇她的后代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他们没有办法生孩子 就被看为羞耻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常常会像这个杀乌干人一样 不是用上帝的一个标准来看人 而是用人的一个标准来看人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 会有很多的一个标准来看待这个人重不重要 如果我们看重金钱 我们就会不断的去追逐金钱 来用金钱满足我们 用金钱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面 用金钱在我们的各样方面来显得我们很重要 在教会也常常会这样 有些人奉献特别多 他在教会的行政或者是一些宣教上面 他讲话好像就特别的大声 那这是我们看重金钱为重的一个标准 那如果我们看重外表呢 我们看重流行呢 我们穿着会怎么样追求名牌 不是名牌东西我们要背 然后一个人他赚三万块 可能花五万块去买名牌包 或者是手机新出来的 只要换一个新出来的最流行的一个手机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标准 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断的用人的标准来看待我们自己 前几天台湾发生一个很重大的社会案件 那个江子翠的捷运杀人民案 这个年轻人才二十几岁 他对他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好像没有 他从小被父母要求 然后生长到这么样大的一个年纪的时候 他说他要做一件大事情 这个大事是什么 杀人 所以他的价值观出了一个问题 这不是他父母的责任而已 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责任 所以在这当中 如果我们的孩子 如果我们的社会追逐的一个价值观 有偏差的话 会有越来越多的症结来产生 会有越来越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来发生 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 找到我们的自我一个价值 耶稣告诉我们说 神是谁的神 是亚伯拉罕的神 是以撒的神 是雅各的神 也就是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 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他有不一样不同于人的一个标准 而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 他说两只麻雀值一分钱 那在另外一个经文 路加福音12章6节 他说五只麻雀两分钱 对照这两个经文 我们可以看见 有一只麻雀是用送的 就像我们去菜市场嘛 你去买红萝卜啊 马铃薯啊 然后就菜饭 就送你一个葱啊 姜啊 这有一只麻雀是送的 但是在这个经文 他后面还讲做什么 但是在上帝里面 一只也不忘记 所以即使你是那个被送的麻雀 即使你是那个微不足道的一个麻雀 上帝都纪念他 更何况是我们人 所以我们要用神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 还是用人的一个标准来看我们自己 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 他说 耶稣说 人从死里复活 也不娶也不嫁 像天上的死者一样 所以他反驳 撒不开人说 进入到天堂里面得到上帝永生的人 不是凭借着关系的 这句话 另外一个听起来的意思好像是说 天堂的人好像很无情 不娶也不嫁 没有感情的一个交流 那既然夫妻不再是夫妻 那我的爸爸妈妈到天堂之后 是不是还是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孩子我的朋友 到天堂之后这个关系还在吗 其实这个不是经文的一个重点 重点在于上帝他看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 不娶也不嫁 他代表是一个依附的一个关系 难道我们进天堂是靠我嫁了一个 行为道德上都被上帝所称许的人 我就得到天堂的门票吗 或者是我的祖宗他做了很多 在乡里面造桥铺路 做了很多的善行 我的后代就能够得到进入天堂的门票吗 这个是世俗宗教的一个看法 可是在基督教里面 在我们的神里面不是这样子看 每一个神 每一个人 他都能够拥有进入上帝 天堂国度的一个门票 这个是要你自己去争取的 所以不是我嫁了谁 不是我靠谁的关系 不是这个太太她嫁了七个人 她就能够进入到天堂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依靠上帝的一个关系 每一个人 当我们建立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拥有这个门票 上帝的标准跟人的标准不一样 我们知道上帝造 宇宙幻灰的时候 他是用话语来造的 不费是的力量 就把这个天地造出来了 可是我们人说话 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吗 就算我们说话会成真 也是需要花一番武功 能够让这个我们所说的话 能够实现的 但是在上帝里面不一样 所以上帝说你能够进入天堂 代表你的行为举止 你的思想被上帝所认可 被上帝所怨纳 你就能够进入到天堂 所以人在神的眼中 他不会轻看每一个人的一个价值 现在常常讲年轻人 只领22k 好像对这个经济上面 没有什么的一个价值 如果我们像正洁这样子 用外在的一个眼光 来看待我们自己的价值 我们永远被打趴着在地下 抬不起头来 因为你没有找到你心中 在上帝一个荣美 有上帝样式的一个价值观 我在还没有当传道人之前 刚刚台上有人敬拜 我是原住民 然后我们知道原住民都会唱歌 那每一次呢 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 唱敬拜的绝对不是我 因为有非常多的人 都比我会唱歌 那我在做什么 我就是那个放投影片的那个人 因为轮不到我唱歌啊 然后每次都觉得 原本有这个学童 但是我会唱歌 好像面对这个敬拜的时候 我好像就输人一等 然后我那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找不到我人生的一个方向在哪 然后我 我是念丹江之馆毕业的 但是我的同学毕业之后 工作很顺利 都留在北部 那我不喜欢北部的生活环境 我就回南部 然后南部的工作比较不像北部那么多元 所以我的同学他们可能一开始上班 领三万起跳 我在哪里上班 我在安清班上班 一个月 加加减减两万 搞不好还没有 后来我去当代课老师 代课老师他的薪水没有像老师这么好 特别是我有时候是那个科任的老师 一堂课算终点260 你有证照才是320 那我在这个代课当中 我找到跟学生之间一些一个相处的一个价值 我那时候一个月可能领大概5000块吧 所以按照现在22根的标准我又更低呢 如果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价值是用金钱观来可能量我自己的话 我要在哪里 我比一般的人甚至 我们知道原住民他的教育环境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我是大学毕业 然后一般的那个国中就开始工作的人 他们去工地上班 随随便便 靠着身体的劳力赚钱 一个月可能有三四五万都不一定 然后我一个大学毕业生零5000块 然后我那时候有一阵子我真的很挣扎 有一阵子我真的觉得好像我在人的价值当中被看低了 可是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服饰 我那时候大学毕业后来 等于是被抓到教会里面去 因为我们教会有落差有断层 比我小的青年团庆 就大概是高中生 我那时候是大学毕业生 最起码有六七岁的差距这样 然后我被抓回去当副会长 每一天每个礼拜都要跟青少年见面 都要用圣经 都要用一些 就是来带这些小弟弟小妹妹 然后在带的过程当中 我触碰到上帝 我以前在小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没有什么教会生活 是靠着我妈妈祷告 我是一个算蛮听话的小孩 我妈妈说你回来就去上教会 好就去上教会 我没有遇见上帝 可是在这个带青少年的过程当中 我刚讲嘛 我才领多少钱 五千块而已 而且不是一年 不是一个月 是两三年 甚至于这个学校暑假的时候 我就没有工作可以做 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见 如果我没有在这个时候服事上帝 我没有在那个时候 见由服事上帝 我遇见上帝 让上帝成为我的神 我可能今天会有很多的不满 我可能今天找不到我的价值在哪里 因为我按照着人的一个标准 来看我自己 可是当我摆脱这些的时候 我用上帝的一个标准 来看我自己的时候 虽然我没有一个很好的歌后 虽然我长得也不是很漂亮 我身材也不是很好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 我是他宝贝的一个女儿 就像刚刚执事讲的 他看我们为眼中的同仁 每一个人都是他心目中的宝贝 所以我在这里抓到上帝 让他成为我的一个神 所以上不单人他认为 妇女是附属于男人的 在天堂里面 我们很自然的 用我们的人的一个观念来想 我们仍然要进入到 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里面 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这样子做 你就是你 不要让上帝 不要让别人来评价你自己 要让上帝来评价你 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一个生命意义 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 这个意义 这个价值 要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之后 我们才找得到 神当初照亚当的时候 让他 他的生命价格在哪里 让他管理伊甸园 每一个动物 每一个植物 都是亚当所命名的 亚当在这当中 找到他生命的一个价值 虽然他后来被引诱 我们他离开了伊甸园 但是神还是照他的那一位神 神没有离开他 虽然神让他离开伊甸园 但是神没有离开他 所以既然我们在这里 我们坐在礼拜堂里面 我们心中已经知道 有这个神 那我们就要来抓住他 让他成为我们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神是活人的神 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 不仅仅是以撒的神 不是你父母的神 也不是你朋友的神 他更是你自己的神 所以让我们抓住 神的一个价值观 让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宝贝的 我们自己跟他建立一个关系 寻找他活度里面的一个价值 然后努力的去活出这个价值 我刚讲我在国小待客的时候 薪水不是我的考量 而是能够在这个当中 帮助这些学生得到什么 他们课业上面的知识 他们相处上面的知识 如果有所增长 我就觉得今天好像 得到了一点点的进步 所以你的价值是什么 你在教会的服事是什么 能不能够让上帝成为你真正的上帝 借由每次我们的祷告 每次我们的读经 抓住上帝对你的话 让他成为你的神 这个才是我们人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怎么样能够来进入永生 撒布该人说 他们所用的这个关系 不能够进入复活的一个国度 在经文里面说 我们要能够反省 要结束与悔改的行为相称的国子 我们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度 所以进入上帝的国度 不是人说了算 是上帝说了算 所以我们努力的寻找上帝 努力的让他成为 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帮助 来让我们反思 以靠他为主 这个是我们今天 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 我们请低头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相信你是大有能力的 你创造宇宙万物 你创造每一个人 有不一样的样貌 有不一样的个性 但是我们知道 主你是我们的神 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不看我们这些世俗的一个价值观 你看的是我们跟你之间的一个关系 主肯求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体会到 这美好的一个恩典 让我们能够抓住 你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命定 及应许 主恳求你 插亮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有所缘的眼光 来寻求你 来认识你 让你真的成为 我们生命当中的神 主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这样子 一个美好的福分 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灵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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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